被離職 被請辭 還是自己主動請辭呢 好 現在國民黨說相關人事是正常的人事調動 哎呦 那感覺起來是國民黨出手囉 其實蕭敬年的事情就反映出國民黨現在矛盾的狀況 什麼叫國民黨矛盾的狀況 來 我們先看兩個事實 第一個是你可以看到這個 對於這個國民黨黨內來講 現在看到郭台銘來跟國民黨的小雞同臺的時候 請問國民黨現在態度是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大問題嘛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現在看到只要郭台銘跟國民黨小雞 這個如果同臺的話 對於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對於金普聰來講 他一定覺得這個有問題嘛 你們這個 你們身為國民黨 你要支持 唯一支持侯友宜 所以你看金傑哥沒事 他就有事啊 所以我就說這反映出國民黨的矛盾嘛 就是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 跟國民黨黨中央兩邊路線不一樣 什麼叫路線不一樣 對侯友宜來講 你們是國民黨的黨員 你們要唯一支持侯友宜 國民黨只要想選立委的 你當然就只能夠跟侯友宜同臺 你怎麼可以跟郭台銘同框 甚至你怎麼可以跟柯文哲同框 柯文哲之間都有房科條款存在了 所以跟郭台銘跟柯文哲之間 你們都不應該同框嘛 所以你也看到侯友宜 競選辦公室的態度是什麼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跟金普聰的策略 就是要走兼幣親也的策略嘛 他們跟郭台銘跟柯文哲 你只要是要選總統的 你是可能會選總統的 對於侯友宜來講 你們是國民黨小雞 就不能去跟他靠在一起 所以你看今天連李德維都講這樣的話了 只要郭台銘要選總統 未來郭台銘一點一點的事情 都會搬上台面 這個話其實 針對性就很強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過去郭台銘有些私事也是上報導的嘛 是不是 所以李德維講這個話 當然看起來就潛在 就有這種威脅的口吻在裡面嘛 那我只請問你一件事情 國民黨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有沒有人打柯 有吧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 攻擊了跟蔣萬安市政府之間 為了北流北易的事情有交鋒 那有交鋒的時候 國民黨的市議員詹維源 不就有出來反擊柯文哲嗎 所以對於國民黨 看到的都是王欣穎 詹維源 都不是這些其他要選的小鸡們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嘛 就是對於國民黨 對於侯偉競選辦公室來講 他們的態度就是希望 跟柯之間要兼蔽親眼 跟郭台銘之間要兼蔽親眼 可是對於國民黨黨中央來講 狀況是什麼 朱立倫希望能夠藍白整合嘛 他要所謂的執政大聯盟嘛 那你要執政大聯盟 他希望把郭台銘跟柯文哲都包進來嘛 所以兩邊的態度就是一個強烈的矛盾嘛 那既然要包進來的話 那我問你喔 蕭敬年之前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沒有提到柯的事情 有嘛 提到說柯文哲接觸國民黨小鸡的事情嘛 這個時候對於朱立倫來講 你踩到我紅線一次了嘛 那那個時候蕭敬年第二次呢 是等於說在這個講郭台銘的時候 說他是政治界乃哥嘛 那你既然柯文哲跟郭台銘 如果對朱立倫的執政大聯盟來講 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員的話 不能罵喔 是嘛 那所以兩次等於對朱立倫來講 你都踩到我的紅線了嘛 那所以我問你一件事情嘛 在這個情況下 背請辭或主動請辭 兩個都不意外啊 為什麼 因為兩邊的路線看起來 就是往分手之路在走嘛 他的路線看起來就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會發現蕭敬年反而走的路 比較像是誰要的路 他比較像是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跟金普通要的路 所以蕭敬年的策略跟誰一樣 他反而跟金普通跟侯友宜是一致的 但是他反而跟朱立倫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兩邊的矛盾跟路線不一樣 就自然存在了嘛 那既然矛盾存在的話 那不管他是請辭跟背請辭 看起來那個都是一定的方向嘛 所以這時候反而是要回到 要問國民黨自己裡面來了 要走什麼路線 是 你現在到底要什麼路線 你到底是要金普通的路線為主 就像剛剛鄭浩講的 挺起胸膛倒下去 你要金普通路線為主 還是你要走朱立倫的路線 你走了朱立倫的路線 你就有可能傷害到侯友宜的選情嘛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自己的民調拉不起來 侯友宜的民調比較低 即便國民黨一直說 他選期已經穩定了 看起來穩健向上 但是國民黨的小雞 顯然對這件事情呢 買單的有限嘛 信心有限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會造就國民黨現在呢 到底要顧立委選情 還是要顧侯友宜選情 兩邊出現矛盾的狀況 所以反而是從蕭敬妍的事件 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這個矛盾的本身呢 看起來沒有解決嘛 好 所以請教晃哥 那國民黨矛盾沒有解決 侯友宜自己要站起來 昨天不是跟小雞這個便當會嗎 賴斯堡喊話說不要吃碗內看碗外 但碗內這一碗飯沒有給我吃 我要怎麼吃呢 好 羅志強呢 也有去便當會啦 但是跟金姆充兩個人也說什麼 蠻冷凍 冷漠互動的嘛 那轉身呢 就上了這個蔡正人節目說 我跟柯文哲 兩個人合作的情況還不錯 怎麼轉身又在講柯文哲好話 所以這沒關係嗎 所以我覺得該被開除的 應該不是蕭敬妍吧 怎麼大家都在講 不是侯友宜人好話 對 我們在同台這麼多國民黨的朋友裡面 蕭敬妍算是蠻幫侯友宜講話的 而且他罵郭台銘其實罵的算兇 所以他這樣被剝奪發言人的職務 你不覺得這個黨有點奇怪嗎 反而昨天那便當會 我送他一個是叫做假 很假的 明明大家是貌合神禮 然後出來還要裝作 你看每一個受訪的人 因為他便當會沒有開放 每一個出來受訪人都跟你講說裡面非常融洽 你覺得裡面融洽得起來嗎 你覺得羅志強跟金普通可以有說有笑嗎 這會消化不良 對啊 那你覺得侯友宜不會問徐小新說 那個北流你們為什麼都不跟著打 你們都為什麼跟著柯文哲去打負債的問題 跟著去打前鎮魚趕還翻車 所以我覺得昨天那兩三位 當然形勢上一定要做 那特別請金普通去押正 因為金普通其實很少參加這場餐會 那昨天去就是要他押正 因為侯友宜押不住正腳 但是這一場餐會能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認為還是沒辦法 羅志強不是這個最好案例嗎 前腳吃完便當 可能便當真的不好吃 所以他後腳去訪問 他說沒有 我跟柯文哲合作還不錯 那你請問 這樣這樣構不構成要被開除 或者是說要被警告好了 我們不要講開除命運動 構不構成要被警告 就朱立倫今天的想法跟侯辦的想法 我認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我之前講過 朱立倫我只要顧好立委選舉 叫侯友宜有沒有當選 不關我的事 要不然來講 朱立倫手上對付羅志強 對付許曉星的方法很多 羅志強你再不聽話 反正十一月才登記 我改提名中佩軍 你覺得中佩軍會不會很感謝朱立倫 會啊 而且會全力捍衛侯友宜 許曉星不聽話 叫費鴻太回來選 反正沒有登記錢都可以換人 那你覺得費鴻太 會不會全力捍衛侯友宜 當然會嘛 問題是朱立倫你做不做 你不做啊 我講的這兩個選區 不是說我在講差話 你換成中佩軍換成費鴻太 其實勝算有差嗎 對國民黨來講勝算有差嗎 我覺得差別不大 因為這兩個都比較深藍的選區 所以今天朱立倫 你敢不敢做 結果你去砍蕭敬妍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捍衛侯友宜幫侯友宜講話的人 被你警告 然後去幫柯文哲跟柯文哲 暗渡陳昌在那邊眉來眼去 搞精神外遇的人 沒事 你覺得侯友宜民調會高嗎 侯友宜拼命往中南部跑 都真的在浪費時間 你覺得這樣侯友宜民調會高嗎 你們黨內房科條款都出來 可是羅志強有在甩你嗎 沒有我跟柯文哲合作蠻愉快 然後前幾天柯文哲不是在講嗎 像羅志強許曉心這個 我們平常理念相近 所以我不會提名人 那種隔空對價的那種感覺 就隔空在有點像我們以前客家人 早期客家人採茶的時候唱三歌 一個男的跟女的對唱 利用歌聲在傳達情意 對 柯文哲跟羅志強就是在傳情 朱立倫你不吃醋嗎 你不吃醋嗎 我覺得你的度量真大 然後把一個對黨 算對你們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相對非常捍衛他 非常忠心的肖靜言 你去警告他 你靠於中國共產黨 所以中國共產黨他們的黨員 有違反黨紀叫做雙規 對不對 他這個只有單規 因為黨籍還在 就只有單規 那你覺得這樣子 你叫國民黨的 不要講這些小金 你叫國民黨的黨員跟支持者 請問他們真的無所自從 是要學羅志強學許曉心 還是要學蕭敬言 還是通通都不管 呀